我们记错的话应该也是去年这个时间我去拍了一台武林的冰果 那台车那时候刚刚上市 直到现在已经卖了接近25万台新车了 平均一个月也有两万多辆 最多的时候甚至有三万两千辆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 但是武林方面也知道 他们知道有些客户说想要更高的一个出行需求 他们想要更大的一个乘坐空间 想要更长的续航里程 我知道肯定有些人在说 买云朵不就好了吗 但是云朵说实话车体会更大 然后价格也会更加的贵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台车 刚好贴在冰果与云朵之间能够解决他们的需求呢 我们今天的主角冰果Plus就是答案 那武林方面也说 其实冰果跟冰果Plus 未来会共同增载A0级别轿车市场 就像比亚迪的SongPlus跟SongPro一样 也像宝骏的越野跟未来的越野Plus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那这台冰果Plus究竟Plus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冰果的造型设计像一个小妹妹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台冰果Plus的造型设计理念 更像是一个大哥哥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冰果呢 它的语言呢 可能会偏复古偏人认一点 但是这台冰果Plus呢 它就会显得更加硬朗一点 就像哪吒阿亚那种会给到你小型SUV的错觉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跟冰果最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呢 其实它前面这里做了一个刹车导锋的设计啊 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刹车导锋啊 它的原因呢 就是为了降低风阻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15寸的破风轮毂呢 他们说整台车啊 基本上能提升15%左右的一个续航旅程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出色 挺亮眼的一个表现了是吧 所以这台车呢 它的最终续航是干到500公里以上的 那这次冰果Plus呢 其实还推出了三个新的颜色 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台黑色以及灰色和绿色 那我觉得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呢 就是它没有冰果那种那么多元框的颜色可以选择了啊 我记得冰果有粉色有蓝色有绿色有白色可以选的 那如果我要选的话呢 我也会选这个黑色 因为这个黑色确实挺好看的 它会有点像阿唐那台型格 就强光下面会有一点点发紫的感觉 它的车漆里面呢 还有一点点闪粉 我觉得还是挺有质感的 因为整台车看起来更加中性更加沉稳了嘛 所以相对于冰果来说呢 它会更加适合家庭消费者 就是不止女生可以开了 男生也能开 这次冰果Plus主打的一个产品点呢 就是它们的后备箱空间 因为我已经官方说呢 这台车它的后备箱空间是直接干到1450升的 说数据可能很抽象啊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实测呢 在不折倒后排座椅的情况下 它依然可以放得下两个28寸的箱子 以及一个20寸的登机箱的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概念 全鹰它的后备箱有下沉式的设计 那五菱官方其实也做了实测啊 他们说五菱冰果Plus的后备箱空间呢 大概是可以放得下7000个海洋球 那相同情况下面呢 海豚只能放得下5200个 再来到内饰部分呢 其实你也能看出它跟冰果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冰果它的内饰是一个双联屏布局的 但是它冰果Plus呢 就把它们区分开来了 但是我也有一个小槽点啊 就是即便它的中控屏的英寸已经去到10.6英寸了 但是视觉效果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小 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 我还有留意到啊 其实它已经跟云朵用上了同款的一个电子块档了 也就是说它能把更多的空间都腾给中控这一块 所以你能看到中间这一块有一个超级无敌巨大的储物空间 前面这里呢可以放纸巾啊 中间这块呢可以放手提包等等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里可以放手机放咖啡 用着还是很人性化 很好用很方便的那种设计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像极客X上面的那种巧思啊 然后包括内饰软装的部分呢 我觉得这台车也是做的很扎实很厚道的啊 我这张主驾座椅呢 有一个6.4的电动调节 然后包括副驾座椅 包括后排座椅呢 都是用上了皮来进行包裹的 然后包括这些软装啊 这些缝线啊 摸着看着都是很扎实很厚道 能让你心情愉悦很轻松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现在能理解 为什么50能在10万级别市场卖的这么好了 他们在内饰的软装以及用料部分呢 我觉得是花了心思 花了设计 花了功夫的 后排部分呢 其实这台车相较于冰果 它的轴距是增长了大概50毫米的 这50毫米完完全全被用在了后排空间上面 所以你能看到呢我现在这样坐着 需要比冰果要更加舒适更加宽敞的 但是相比海豚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稍微逊色一点 因为毕竟海豚是一台标标整整的A级别的轿车 它的轴距有2700毫米的 这台车只有2610毫米 但是我觉得有一好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这台车它是四座设计的 每个座椅都有一个独立的头枕 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不过目前厂载也说呢 因为他们也知道啊 这个后排坐垫呢还是偏短一点 所以如果身高比较高的人 坐着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 我很期待厂家未来也能优快一下 这餐店部分呢 这台冰果PASS啊 还是用上了一个75千瓦的电机 但我相信买它的人应该不会在乎 它的动力好不好加速快不快 因为它的出行需求根本不需要 你们说对不对 那我估计啊 这台冰果PASS应该会是第一台 在10万级别左右 把续航功力干到500公里以上的车 虽然它只有50度的电池跟云朵同款 但是我相信它应该会在能耗方面 有很大的一个优化 很大的一个升级 我觉得A0级别轿车市场真的还是很卷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最近上市的海豚荣耀版998起步嘛 那个版本呢还是301公里的 这台车 如果它的顶配售价能够控制在11万左右的话呢 我认为那会是绝赏